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空袭行动也被称之为是 以色列军事史上最冒险的一次行动 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 对伊拉克的核设施进行攻击呢 所有这一切还要从伊拉克 二十年如一日的核梦想说起 早在1959年 伊拉克就同苏联签订了核技术协议 建起了一个两兆瓦的研究用核反应度 以色列多年来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 阿拉伯国家核技术发展的动态 但起初 以色列人对伊拉克的核计划口线一顾 认为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纯属天方夜谭 然而到了70年代 情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伊拉克人把发展核武器纳住了治国纲领当中 1968年 伊拉克刚刚迎来了历史的转折点 伊拉克革命委员会选出了新的副主席 萨达姆·侯赛英 萨达姆很早就参加了这个所谓的革命运动 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复兴党 然后呢 这个也参加了刺杀 那么钱总理啊 这种行动 然后失败了 受伤了 他到这个埃及去 最后复兴党推翻了这个 前政府以后他又回来 然后参加参政 然后又开始一步一步 到最后变成这个第二号任务 副总统 那么他觉得他的一个雄心 是要把这个阿拉伯国家 重新统一起来 所以有这个想法以后呢 他确实是说 要在各方面强大起来 那么包括就是说 在核问题上的一个态度 萨达姆一直被西方人说成是 杀伤性武器的崇拜者 特别是核武器 他把这个看成了 个人成败的关键 一心想要得到它 以色列和伊拉克 这两个国家是有疏远的 主要是为宗教问题 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时候 叙利亚和伊拉克五一方 与以色列开展了一场军事行动 这场军事行动的目的呢 是增多一座军事要寨 叫哥兰高地 这个哥兰高地具体位置 在约旦河的方面 所以呢 以色列与伊拉克 在历史上有这样的疏远 以色列建国于1948年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 以犹太人为主体的国家 以色列在建国后 就时刻面临着周围 阿拉伯国家的威胁 然而就是这个 在地图上都很难找到的 中东小国 仅用了二十年不到的时间 就拥有了核武器 成为世界上第六个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昔日曾担心国家安全的 小国以色列 迅速地发展成为 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 而它拿日益增强的军事力量 也使中东的阿拉伯领域 感到了极大的忧虑 以色列在阿拉伯领域的 仇恨的汪洋大海之中 怎么能生存呢 大家都知道核武器 为什么你有或没有呢 萨达姆他就要琢磨这件事情 所以他有这个强烈的性格 他当领导以后 要获得穆斯林的第一个核武器 第一为伊拉克 第二为穆斯林 为了与以色列抗衡 萨达姆开始切而不舍地 推行伊拉克的核计划 他甚至高调宣称 如果他有原子弹 那么他就会重新改变中东地图 将以色列从地图上一举磨掉 1975年9月 萨达姆第一次正式访问巴黎 此行他有个重要的目的 那就是向法国购买一座核反应堆 有消息称 萨达姆因为迫切想要得到核反应堆 他承诺给法国的好处是 第一伊拉克在未来十年内 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 每年7000万桶原油 第二伊拉克将采购 包括100架换引F1战斗机在内的 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 第三伊拉克对标志与雷诺汽车公司 各下5万两订单 第四 法国过了巴黎西边一处 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 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 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 我们和伊拉克方面的核能合作协议 目前已经制定好了 如果欧洲共同体没有意义 我们将会在一个月内 正式签署文件 1975年11月 法国与伊拉克正式签署了 核能合作协议 六个月后 伊拉克又从意大利购买了放射性燃料 此时的核武器 在萨达姆眼中只剩下时间的问题 然而 让萨达姆没有想到的是 他所做的一切 都已经清清楚楚地 被记录到以色列的情报档案中 以色列摩萨特情报部门 在萨达姆签订合同两个月之后 就从法国工程师口中得知 这座名为奥西拉克河反应堆 将建造于伊拉克首都巴克达东南 约20千米的塔木兹附近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周边都是阿拉伯国家 这些阿拉伯国家的人口和国土面积 都数倍于以色列 这让小小的以色列颇有危机感 而自从老对手伊拉克打算从法国这里 购买核反应堆的意图暴露以后 以色列领导人就更加不安了 当时的以色列总理拉丁 就曾经试图通过秘密外交手段 来说服法国意大利 取消向伊拉克提供核反应堆 所需要的设备和技术 而与此同时 以色列还请美国人进行干预 并且希望卡特总统发起的 防止核扩散运动能够影响法国 那么以色列的这次外交攻势 能否成功呢 一心想拥有原子弹的萨达姆 又将如何应对呢 以色列人的努力 似乎产生了一点结果 法国开始同伊拉克进行谈判 法国提议用一种浓度较低的 被称作焦糖的核燃料 代替浓缩油 这种叫焦糖的核燃料 虽然也可以产生原子能 却不能用来制作原子弹 这遭到伊拉克方面的强烈反对 萨达姆甚至宣称 我们只要浓缩油 要么成交 要么取消合同 最终法国人不得不做出妥协 萨达姆为了要拿到合同 它也给法国了很多一系列的好处了 优惠条件了 包括向法国提供石油 所以这个石油十年合同一千 法国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伊拉克凭借中的石油财富 战胜了以色列的外交攻势 萨达姆不惜一切追求原子弹的举措 引起了以色列当局的严重不安 而与此同时 在巴格达郊外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 奥西拉克核反应堆正在飞速建设之中 这一切摩萨德特工都密切监视着 并及时向以色列政府报告 摩萨德情报机关是很厉害的一个情报机关 以色列的情报机关 在世界上是著名的四大情报机构之一 它和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和英国的军情六处 和俄罗斯的克格普 是并驾齐驱的 正当以色列政府为无法阻止伊拉克核计划 一重莫展示 一位以色列政治家的出现 使事态为之一面 1977年5月 以色列政党利库德集团 第一次赢得国家选举 梅纳赫姆·贝京出任总理 新总理贝京从拉宾前总理手中 接受了有关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绝密报告 那个时候伊拉克的反应堆 让贝京非常紧张 他很担心背后有暗箱操作 我们可以把他说成是个重视安全的人 十分看重以色列与周边国家的力量对比 他肯定把这件事当作了 以色列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梅纳赫姆·贝京 他曾是英国统治时代 领导反应游击战的著名强硬派 这个强悍的波兰裔犹太人 其性格的很多地方 酷似他的对手萨达姆 以贝京为首的伊古德集团 就是用暴力以暴制暴 你用暴 我用暴 一点不客气 所以他上台以后 举行第一个内阁会议 1977年11月 中东地区发生了另一次重大事件 埃及总统安瓦萨达特 历史性地访问了耶路撒冷 此行为中东和平带来了新的希望 这是阿拉伯世界内 第一次有国家承认以色列建国 愿意和平共处 在这种环境下 以色列如果攻击伊拉克 必然会造成国际争论 以色列政府内部 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实际上很多人都不同意这么做 连情报部门内部也有一些分歧 情报部门的长官 还有其他政府首脑 也都反对这件事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 埃及总统安瓦萨达特 突如其来的走访 让人措手不及 他们害怕把埃及也牵扯进来 第二个原因是伊拉克很有钱 摧毁了这个反应堆 三五年之后又会出现下一个 到那时我们该怎么办 难道我们要把中东地区 修建的所有核反应堆 全都炸平吗 面对以色列高层的种种质疑声 背景表现出了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它斩钉截铁地说 我别无选择 今天必须决定 背景的话 清楚明白地表达了一个思想 它将不惜一切代价 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 那么它将会怎么做呢 1979年 以色列为轰炸伊拉克核设施 成立专门情报小组 设代号为巴比伦行动 1979年7月 萨达姆成为了伊拉克新一任总统 此后他提升了核计划的级别 大大加快地建造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速度 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看在那边 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 伊拉克有个名叫武器小组的组织 我们也知道 当年这个小组的头头是加法尔 当然他还吸纳了其他的一些人 这些人都是某一方面的好手 他们主要的职责是收集武器 然后对武器进行改装 萨达姆嫌工程进度太慢 而加法尔却说进度无法再快 萨达姆一怒之下 把他关进了著名的阿布格莱布线域 这让建造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工程 一路停滞下来 对于这样的消息 北京总算是松了口气 然而北京没能高兴很久 1980年3月 伊拉克聘请了埃及裔物理学家 叶海亚·马什哈德 来负责奥西拉克核反应堆这一工程 伊拉克的核反应堆建设 又开始运转起来了 1980年6月14日 马什哈德在巴黎的子武旅馆神秘死亡 案发前和麦什哈德接触过的 一名性工作者报了警 然而这位风姿绰余的女郎 还没来得及接受警方的询问 便在巴黎街头遭去车祸 当场拒绝身亡 人们普遍认为是摩萨德特工下的毒手 有消息称 摩萨德成功暗杀外国核专家 至少使得伊拉克的核计划 推迟了两年的时间 事实上 早在1979年4月5日 几名半城游客的摩萨德特工 来到法国土文市附近的塞登小镇游玩 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之后 摩萨德发现了位于城郊的一座造船厂 储藏着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关键部件 4月6日凌晨1点 随着一声震耳聚龙的巨响 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关键部件 60%以上被炸毁 这次损失 使得伊拉克的核计划 至少推迟了6个月 我们很难破坏反应堆 很难不让它生产核武器 这很难办到 我们没有必要在这方面浪费太多的时间 只要制造一点事端 或者别的事了 总之让工程进度慢下来就可以 实际上发生的土伦市赛恩镇的爆炸案 和发生在巴黎的那起谋杀案 只不过是摩萨德为阻止伊拉克核计划 所采取的两次小行动 目的是为了给巴比伦行动 更多的筹划和准备时间 对于以色列高层而言 只要伊拉克一天不放弃核计划 他们就不敢高枕无忧 果不其然 1980年8月 摩萨德得到了一个 让以色列更为震惊的情报 伊拉克又为核计划 找到了新的负责人 整个核计划不但进展顺利 而且伊拉克计划将在一年半到两年内 制造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颗原子弹 此时的背景终于坐不住了 他决定向最亲密的盟友美国 寻求支持和帮助 那么这一次 美国是否还会一如既往地 站在以色列这一边呢 以色列总理背景在一份报告中 向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坦诚地表示 现在只有请美国出面施加压力 采取行动阻止伊拉克的核计划 否则萨达姆胡赛因将会成为第二次希特论 犹太人将会遭到第二次大屠杀 美国要成为世界老大 他部队要派到世界各地 所以美国呢就在中东 不是他传统的势力范围地方 要个落脚点 落脚点呢 就是他自己来建立一个人造国家 那就这就是他落脚点 所以美国今天把它认为 世界上最重要的盟国 一个是以色列 一个是英国 恐怕还有一个是日本 美国会竭尽全力保护你 然后在这里生根发芽 但是这一次却例外 很快传来了令背景失望的消息 美国不同意以色列 利用美国的情报和技术 去刺激伊拉克情绪的事情 毕竟下跌决心 在他的论上 一定要摧毁伊拉克的核反应队 那么美国当时的态度呢 也是模拟两可的 美国政府认为 这个核反应队呢 还没有到达军事化的程度 所以美国对这个事情 总的来讲呢 是反对的 但是反对的态度呢 也不是很坚决的 美国反对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不想失去 伊拉克丰富的石油资源 伊拉克在地理概念上 是个小国 但在石油世界里 它却是个大国 其石油产量早在70年代 就步入了世界前十名之力 最大的买主之一 就是美国 为了这珍贵的工业血液 为了美国数以亿计的汽车轮子 美国不想轻易得罪 阿拉伯产油国中的任何一个 1980年9月 中东爆发了新的战争 伊拉克和伊朗 在一次地面交火后 正式拉开了两伊战争的序幕 美国在伊拉克与伊朗之间 偏向伊拉克 美国希望伊拉克能保持 对美国的石油供应 而另一方面 以色列反而敌人的离人 就是朋友的原则 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 相关情报 以色列寄希望于 能借伊朗的刀来摧毁伊拉克核设施 伊朗去炸伊拉克的这样一个核反应队 没炸成 慌里慌张的 它扔的炸弹MK82 这个炸弹呢 被它的外壳 那个钢筋水泥再弹掉了 炸上两个被弹出去了 略有损失 虚心异常 伊朗的这次袭击 造成伊拉克的核反应队 虽有损伤 但核反应队本身 却未遭到破坏 与此同时 伊拉克为了防止伊朗再度攻击 在核反应队附近 配置了苏制的对空导弹 来强化防御 两个月以后 1980年11月 奥西拉克核反应队修复 借刀杀人计以失败告统 以色列不得不自己动手 但是一个困难 却摆在了以色列的面前 那就是当时的以色列 竟然没有一架飞机 是可以直接飞到 毁于巴格达郊外的 奥西拉克核反应队 以色列与伊拉克巴格达的 往返距离需要1200公里 而这也为以色列空军 挑选战斗机 制造了不小的难题 当时以色列空军的 A4攻击机和诱试战斗机 都因为航程过短 马上被提出了考虑名单 至于A4战斗机 航程也非常勉强 并且每架飞机需要两名飞行员 一旦发生损失 其代价难以承受 如果此时刻意去购买 更为先进的战斗机 又会引来外界的猜疑 因为以色列空军 在防御领空政中 并需要这样长的航程 但是就在以色列高层 一筹莫展之时 一份来自伊朗的意外礼物 让北京洗上眉头 原来1979年伊朗政变之前 已经与美国达成 购买F-16战斗机的意外 然而政变发生后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急转直下 谈好的生意 也就此化为了乌有 但美国此时已经有八架飞机 进入最后组装阶段 为了处理这些无主的飞机 美国国防部询问以色列 是否愿意接手 而这一个消息 对于以色列空军而言 无疑是雪中送炭 就这样 以色列人如愿以偿地 将F-16战斗机握在了手中 F-16是最佳人选 这个机种有它的优势 一个它可以搭载空对空导弹 搭载空对地导弹 它的载弹量也比较大 这个飞行的半径也比较大 飞行半径也在一千公里以上 所以以色列就一下子 就买下了八架F-16飞机 并立即决定 这F-16飞机就执行 1981年4月4日 伊朗空袭了伊拉克西部的H-3空军基地 伊拉克空军遭受重创 这意味着即使巴比伦行动被伊拉克发现 伊拉克空军的反击能力也大打折扣 眼看实施巴比伦行动的时机 一天天成熟 然而就在1981年5月 摩萨德向北京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伊拉克核反应堆将在7月投入使用 到1982年 伊拉克就能够制造出至少一枚原子弹 这样的消息让总理北京意识到 时间对于以色列而言已经十分紧迫了 实施巴比伦行动迫在眉睫 而北京眼下要做的首要事情就是 要说服内阁成员 同意他对伊拉克核反应堆实施轰炸 普遍不看好北京袭击伊拉克的 以色列内阁成员们 这一次能同意吗 明天请继续收看 萨达姆的《和谜梦》下集